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这几个区传统我们绿色票张 陈时中确实他的知识度是非常的高 那我在我们内部会议我也曾经提过 就是说其实因为陈时中的竞选团队太年轻 过去没有选举的经验 加上陈时中过去也没选过 所以比方说一开始他们执着在人设的调整等等 我个人是认为最好的人设就是做自己 那陈时中做他自己他的EQ很好 这是他的优点 他做人很谦虚 他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这样的个性适合来当首长 那至于牙医的部分 我觉得确实这个要非常慎重 我认为这改回来都没有关系 原因是什么 我们国内的牙医系要念六年 在我们国内这么竞争 这么优秀的环境下 才产生出我们这么好的牙医的制度跟牙医的医生 那绝对不能说让国外 而且国外这很奇怪 竟然是我们自己国人刻意的到国外那几个国家去留学 那因为当那边的牙医考试比较容易考进去 而且他们只要休业四年 那光是四年跟六年 这样子的训练就已经不同 就已经是非常不公平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确实有必要再把这个法令修回来 那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陈时中现在他在参选 不管是他的活动上 或者他发表政策上 他还是一样 他一样勇往直前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选情一样 三喀都还是很胶着 并没有说陈时中这一边就落下去 当然到最后是不是会气饱 我个人的看法是 我们台北市民智慧已开 我们选择谁就选择谁 我们不可能说会因为我们特别讨厌谁 或者说我们支持的这个人不会上来 那我们就退而求及次去支持另外一个人 其实台北市民的选择非常地清楚 非常地有智慧 不会再随着政治来来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场的市场选举 非常有戏可战 后市还很精彩 随时变化当中 所以我们大家要聚精会神 分分秒秒都在变化中 陈时中为奋战到最弱的一本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